现在讲目前陈宗燕他已经是请辞了 那么是由政务委员罗秉承来接任 但担任他的代理人 那么对于陈宗燕今天下午期已经召开记者会 面对所有的指控 喝花酒啦 还有是信招待等等呢 他认为对方都没有做所谓的事实的查证 这是抹掉一个人的人格 那么介于现在 因为政务还有很多都要推行 不因为他个人过去的这些恩恩怨怨 而阻挡了 所以他向行政院来请辞 而目前请辞也获准 好我们再来看 这是民众党的立委呢 陈宗燕他今天就大爆料 掀了这个陈宗燕的敌 说呢他在11年前呢 在台南任职的时候 当时是新闻处的处长 跟所谓的色情艳者 就是斗哥王校伟呢 过程当中非常的紧密 因为不断的好像有帮他瞧一些事情 所以他公布了一些当时两人 他跟斗哥也就是所谓色情业者 两人之间的讯息对话 来佐证一下 好来看到 这个框框起来呢 绿色的就是这个斗哥 也就是王校伟 他就问啦 明天呢有件事情麻烦 请你务必要帮忙一下 那么陈宗燕就回答了 那么你这个已经送商业登记了吗 紧接着下一章 这个业者就问了 就这个歌唱场所的变更使用工程 就没想到呢 陈宗燕立刻下一句回答的是什么 小云有空吗 业者一直到 陈董有要求特别点名小云哦 那么立刻回答说 这边是今天不方便 应该一指的是小云今天不方便 所以呢 陈董立刻讲什么 那有差不多的吗 业者说有 陈董呢很熟练说 那就是在民生路上吗 那么业者啊就讲说 那需要准备一点点时间哦 那么这位陈董呢就说 好在路边 这三段的截图呢 被秀出来之后啊 那很多人就问了 那你怎么证明 这就是陈宗燕的电话呢 好因为当时这个立委呢 同时也附赠了一支电话 那个这个电话呢 就是当时啊 陈宗燕在台南时候呢 他担任一些灾难 应变中心时所用的公用电话 换句话说 他是用在公务机 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用这个电话来去佐证 的确哦 这个就是他所使用的 好那么这个立委呢 陈宛慧呢 又跟他大讲了 说呢这个陈宗燕啊 当时呢接受这个 对方的信招待帮忙瞧事情呢 次数是难以估计的 难以估计的 那么当时呢 大致上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呢这个周董 这个陈董呢 是负责啊 会帮这些业者 来瞧事情的 那业者为了要回馈 所谓的陈董 也就是陈宗燕呢 就说OK好 那你带小姐出去 那么钱是由我老板 来付的 那么你在店家 在登记的时候呢 你只要写下陈董 他们就知道了 而且呢 每次基本上呢 都会找小姐出去 那么其实呢 当时的台南这个检察官呢 也查到了 认为呢 陈宗燕呢 跟这个所谓的斗哥 也就是这个王校伟呢 两人关系 应该是有一点点的暧昧 要来查这两个人 是否有违反涉贪 结果呢 就签他案要来查 你看啊 这个就是当时 台南地方法院的检察署 的一个判决 那么的确 陈宗燕就在这上面 但很奇怪哦 已经分他案在查 结果查查查 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今天呢 整个事情曝光之后啊 要法务部部长呢 蔡清祥 好好的来查一查 那到底这件事情 有没有后续发展呢 蔡清祥说 有 已经请台南的地检署 要来查一查 后续 这十多年前 这个案子 目前的下落是如何 那么就有人讲了 陈宗燕呢 你看 这是郑立文讲的 陈宗燕呢 是赖清德的爱仗 从台南一路高升 所以代表呢 就是等于是 赖清德在当他的靠山 否则要在台南出人头地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哦 那刚刚也告诉大家了 这件事情呢 陈宗燕 他只是意外被打到的 其实真正的目标 应该是在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 现在在大力的改革当中嘛 有人就讲了 你的作用力越大 那反作用力就更大 而且赖清德一上来之后呢 不断的改革啊 他的子弟弟 接连都出了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是邱莉莉 在台南是议会设选 会选的案呢 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现在又是他另外一个子弟兵 陈宗燕 所以呢你看 赖清德怎么讲 说赖清德用的人啊 就是像邱莉莉 陈宗燕之流的这些人 好 那么事情到现在为止呢 那么今天虽然陈宗燕 召开了记者会 两分半的时间 但是他没有接受 任何媒体的提问 晚间是他已经是 倾次获准 新内阁上任不到一个月 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马上被立委爆料 11年前担任台南市 新闻处长时 不但帮忙桥氏 还接受性招待 陈宗燕发言人 到康乐贵来消费 有带小姐出场 小姐出场的咖啡钱 由老板来处理 陈宗燕长期都有接受 这个业者招待的这个漏息 几次我觉得可能有点难 立委公布对话截图 说陈宗燕在台南市府期间 接受酒店业者性招待 当业者询问变更实用工程 陈宗燕关心的却是小云忧控吗 事件爆发后 陈宗燕妈上召开记者会 亲上活现回忆 为经查证的报道 就这样子先将一个人 把他人格先把他抹掉 我在从事公职的时候 就是我从到现在 我都一直在谨守 对依法处理的分级 立委呛要陈宗燕下台 更拿出2014年台南地检署 侦办陈宗燕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签诚 点名问法务部 为何案子没下文 难不成是被谁压掉 不了了之 有疑设刑会现任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陈宗燕得这样的情事 所以他请求分他案续行征办 没有继续办下去 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征办调查 陈宗燕开记者会否认喝花酒设步法 但没接受媒体提问 讲完就快闪 回顾陈宗燕在台南当新闻处长期间 当时的市长就是赖清德 蓝尾炮红赖清德力挺的人买票 爱将还被爆上酒店 难道只要是赖清德的人背景都硬得很 他如果不是赖清德的爱将 他怎么有办法从台南一路高升 然后到天下第一部会 现在内阁改组了之后 他还去当行政院发言人 所以一路都有赖清德罩着 为什么赖清德他所用的人 陈宗燕这种人 或者像邱莉莉买票什么之类的 一路官运顺遂的陈宗燕 如今却被爆疑似接受性招待 还求是不管真相为何 无疑也让发言人形象受影响 七九黄明军陈宇荣 台北报道 好那今天这段我们就来看到 就是立委呢 陈宗燕他就指出啊 陈宗燕呢当时被业者很亲切的 叫做陈董 还公布了陈宗燕的召集对话截图 里面还秀出说啊 这边的小姐都会说啊 陈董你很久没来咯 讽刺当时他在指挥中心陈宗燕接受采访时 说他热爱工作不会召集 比对现在的情况还真的是蛮讽刺的 而遭到立委爆料之后呢 陈宗燕立刻召开记者会宣布 说呢他自己完全不会这么做 他是非常谨守奋计的 而记者会短短两分半立刻结束 不接受任何媒体的提问 让看直播的网友很傻眼 说怎么这么快人就落跑了 还酸说啊 男人不要只剩下一张嘴 还有人说呢这个男人太狠了 说谎不打草稿都不会脸红的 而立委陈宗燕呢 在接到投诉爆料之后呢 陈宗燕当年向酒店业者豆哥王校伟召集 用的是公务机 为何他这么明确知道是公务机呢 因为他上网一查 查到当年啊 在台南市地震灾害机关联系窗口 登载的台南市民政局长 陈宗燕的联络电话 就是这一支 当然我们有把它码掉了 那么当时呢 在没有码的情况之下呢 不少人的确想要试试看 这通电话到底是不是陈宗燕在用的 台北市议员许晓星 他就真的来打电话了 就没想到还让他打通了 还真的是陈宗燕接的 那既然都已经联络到当事人了 那么许晓星就问他 到底有没有召集这件事情呢 喂 喂 请问你是陈先生吗 喂 请问哪里 喂 请问你是陈先生吗 请问你哪里 我这边是台北市议会 诶 我在网路上看到你们的那个 你的那个电话被放在网路上 请问你是陈宗燕吗 诶 你们这样子有点 啊怎么了 没有 你的那个电话被放在网路上 今天陈宗燕会开 记者会说你有接受那个 以前接受过那个 那个信招待 所以我们就想说 诶 看看这是不是你的电话 打电话过来 因为你的电话现在被放在网路上面 然后是0921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是如此啊 可是那好啊 我之前有做过说明 是哦 谢谢你 所以你有做过那个信招待吗 当然是没有啊 没有 所以这是这是假的事情吗 他们都没有来问我啊 哦 没有人来问你 记者都没有问你吗 我觉得你 我就打电话来跟你问问看 我是徐晓星 哈啰 你好 哦 你这样子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把这个徐议员 不会啊 因为我们就是来查证看看 所以你是说你这个新闻全部都是假的 你没有做过那个 呃 你不认识 赖清德的子弟兵陈宗艳被人家掀黑底 而藏经人真正背后的目的 是不是其实锁定的是赖清德呢 好 会这么讲呢 是因为有网友就列出了一张表 感觉还蛮有道理的 这个网友呢是在PTT发文 他的标题叫做 感动黄成国 嫡系陈宗艳马上被接底 他认为啊 他不相信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有办法在台南这种地方出头 而赖神呢 刚刚独牌众议啊 通过黄成国条款 表面上是把黄成国干掉了 但是时间不到一个礼拜 赖神的嫡系陈宗艳就直接被吵 当年的旧闻 而且很显然的这个旧闻呢 已经是被对方掌握很久的那一种 网友还说呢 反赖失利应该还会有很多的子弹 会慢慢的运用 好 那这一把呢 先把陈宗艳打下来了 他上任行政院发言人 短短18天的时间 而时事评论员呢 黄阳明就表示 这一次的爆料目标呢 其实不是陈宗艳 而是陈宗艳当年的长官 也就是赖清德 因为从监听的译文 对话截图到相关政务的流出 而且手机门号还相同 就知道爆料其实是有备而来的 黄阳明也特别注意到 在农历年前呢 就有赖系子弟兵的助理 遭到检调约谈 那么最后查无时政 无保醒回 让他不禁把这两件事情 联想起来 所以他呼吁赖清德 鸣枪一朵案件难防 前理委郭正亮表示呢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在处理学伦跟黑金案上面 对阴系是下重手 当然作用力跟反作力 就会出来了 你打得这么大力 小英的人马自然是不高兴 这个时候只能靠爆料 来压制赖清德的风头 小英这一派的人当然就会说 人家都还没走完程序 你就逼人家赶快 自我了断 说你怎么会急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绝 第二绝就是黄成果 黄成果已经中常会 很久没去了 那就这件事情了断就是 不然他做个面子 他自己辞吧 不要 他一定要搞到跟僧人 从此跟本党无关 这叫第二绝 第三绝叫 李小英之友会就并入 我信赖之友会 这个就第三绝 就是说一步一步来 当然有一些人会有意见 当然就这样 为什么人家手上 就是有这种资料 因为本来就认为 本来就认为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是对他不信任 所以就觉得说 你可能就会步步进逼 所以早就都传好了 传好了 这个台语叫做都传好了 所以你如果太过头 那大家就看着办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